欢迎收看第495期武器打酱汤 苏联的武器一直以来都崇尚简单粗暴的原则 尤其是在舰载武器方面一直都毫不含糊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 苏联就准备研发出一种火力凶猛的舰程防御武器系统 用于打击水面舰艇空防以及两栖登陆资源和扫雷等多元目标 在经历过多方探究之后 于1964年正式投入生产 成为苏联第一款也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款舰防武器系统 本季武器当的谈就和大家分析从苏联一直服役至今的AK-630系列舰程防御武器系统 AK-630最防武器系统是当年世界上第一款多管式舰迫防御武器系统 以美国的密集阵系统还要早不少 这款系统的名字中 6表示的是6个枪管 30表示的是30毫米口径 转管机炮安装在一个封闭的自动炮塔中 这个炮塔的控制由MR-123雷达进行探测和跟踪指挥 外部设计方面整套系统主要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火力输出的AK-630炮架 第二个是控制火炮和追踪目标的MR-123雷达火控雷达系统 第三个部分是负责侦目标的SP-521电光钢充器 这三个部分构成了整套建防系统 火力输出方面AK-630炮架 唯一门A118六管三只毫米口径机炮和炮座组成 此炮整体长度为1629毫米 炮管长度为1620毫米 炮管内部设计了弹线 弹线长度为1460毫米 整炮重量仅仅为205千克 而加上雷达控制系统和弹药的重量就大大的增加了 达到了11吨 可以说是一款非常厚重的武器系统 其中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炮座和内部的系统 AK-630的机炮安装在一个玻璃纤维整流罩内 这个整流罩安装在设备旋转部分的顶部 所用为保护内部机构免受含水迁食和降雨的时候被雨水浸泡 整个整流罩也被称为三防罩 里面据称安装有湿式的装置 可降低残留火药燃气的气力浓度 以防其浓度增加而导致爆炸 从炮座的正上方看 其后部分的保护罩是有个盖子的 这个盖子可以向上打开 打开之后里面就是AO186管 30毫米口径机炮的枪机和弹链共弹系统了 此炮的枪机采用的是火药燃气 作为自动设计时的能量来源 为导致是旋转自动机 利用活塞的前后运动 再通过此条此轮机构 将活塞的磁楦运动 转为炮管的旋转运动 从而实现旋转 跟密集阵系统和荷兰的索文源系统 采用额外的电机驱动 转管发射方式相比 自从采用内能源自动机的方式 有优势也有弊端 内能源自动机指的是 利用炮弹发射时产生的火药燃气 作为自动机构的工作动力 再配合上转管式自动机 能达到较高的色素 AO186管三十毫米口径机炮 拥有六根枪管 在圆周方向均匀排列 固定在一个可回转的炮尾上 从而构成炮管组 每根炮管对应本身的炮栓 各个炮栓上有突轮 与炮箱内的突轮槽配合 炮栓随炮管组旋转的同时 炮栓突轮就在突轮槽的作用下 前后往复运动 以完成自动机色气循环工作 在一个循环周期内 每根炮管旋转一个位置 一次只有一根炮管发射 而其余的炮管 则分别进行装填 闭锁和抽壳等动作 这种方式的优点是 其色素可扣 结构紧凑 重量和体积 与相当口律数量的单管炮相比 有比较大的优势 并且采用的是内能源驱动 能减少对外部能源的依赖 对于战舰的电力系统消耗 也会比较少 要可以安装在各种小型舰艇上面使用 而大型舰艇 也可以安装更多的数量 来提供全方位的防御 而且缺点也是有的 例如外长维护不变 色素有限 精度也差强人意等缺陷 而进一步提升色素和精度 都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其他的国家 一般都是采用外能源的方式 AK630通过内能源的方式 能够实现900米每秒的枪耗出速度 有效射程为4000米 最大射程为8100米 射速能够达到83发每秒 也就是5000发每分钟 当然 后来升旗后的AK630M12型号 通过双炮的设计 也实现了1万发每分钟的射速 127火力是非常的足的 而这微管转管机炮 在如此快热速度下 枪管很容易过热 因此AK630机防炮 在套管和枪管之间 填充了循环流动的淡水 或是防冻剂 来进行枪管的冷却 这样的冷却方式 能使AK630机防炮 一次连射高达400发 间隔30秒之后 又可以发射400发 在配合上足够的弹药激素 因此AK630型机防炮 可以连续多批次的 拦截来袭的反射导弹 大大的提高了该炮的持续作战能力 提炮之后的驱动 则是通过液压系统 进行驱动的 动力来自外部的电力 在战舰上的话 则是直接利用战舰上的电力系统 提炮作的设计仰角为 往下12度 往上88度 移动速度为50度每秒 回旋的角度是360度都可以覆盖 能以70度每秒的速度 进行旋转 炮作内部布置的供弹系统 其供弹系统包括扇形弹箱 宇宙细合刚性的导引链条 螺旋引导将从弹箱抽出来的炮弹 导引导下装弹口箱 你知道有左侧的转导引上扬字 自动机的射弹孔进行供弹 这些供弹机构都比较成熟的 结构也比较简单 因此能够稳定可靠的供应弹药 在主弹箱内 有被弹2000发的弹链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备用弹箱 内部被弹1000发 其被弹量是密集战系统 和守门源系统的两倍 基本上能够满足快速的 首次拦截用弹了 并且在快要使用完毕之后 还可以在射击中进行补弹 通过在炮座下方的枪室内 直接进行补弹即可 补弹过程中 不会影响武器的射击 这些优势非常的给力 要是弹药足够 可在枪管说明周期内 不间断的射击 这个火力 可会是秉成了苏联的一贯咒风 其炮弹采用的是 30x165毫米口径的 UOF-84 杀伤高爆的烧弹 和UOA-84型 杀伤高爆夜光弹 采用定装饰 引信为MG-32碰炸引信 采用这种炮弹 能大大的提高射击精度 因此 AK-630机防炮 具有弹丸散布好的优势 据悉 其在200米处 连发射击力版的密集度 一般都小于1.5个密位 也很容易形成饱和式的弹幕 除了拦截导弹 在火控方面 AK-630机构防御武器系统的火控 是采用单个 MR-123雷达系统间的控制的 这个系统 可以同时控制两个机炮 可以在最远4000米的范围内 摧毁空中目标 并在距离5000米的地方 摧毁敌人的地面目标 所以 这套系统 有时候还用在陆地上 当作机场和特殊的军事基地的防御 而在后来 俄罗斯升级的AK-630M12型号 直接把两具 AO-186管三十毫目口径机炮 安装在一个炮座内 形成双炮的结构 大大的加强了达结的火力 并且 在这个雷达失效的情况下 可以采用配备有 准值器的瞄准器 进行人工瞄准 这个手动瞄准系统 采用发射控制柱 控制剑防炮的移动 安装在距离炮塔不远的地方 有一名士兵就可以操作了 除了火控雷达之外 还有一个P521电子光学追踪器 这个系统主要是用于监控海洋目标 可以在7公里以外 监测到类似米格21大小的空中目标 或者是在70公里之外 类似于粒体大小的海战目标 一般的情况下 AK-630戒防武器系统 都是程度的安装在转件上面 完全自动化进行拦截 能提供有效的最后防御程 对于防御反舰导弹 和其他精确制导式武器 非常的有效 而用于固定翼 或是旋律飞机 船舶和其他的小型船舶 沿海目标和浮动地雷等这些 速度不是很快的威胁单位时 则需要操作人员 从控制台 或者是通过远程安装的瞄准锯 这些人工远程控制瞄准设计 可以说这款戒防武器系统 是苏联和现在俄罗斯军舰的 主要阶级的防御武器系统 基本在所有苏联和俄罗斯海军军舰上面使用 从快速攻击船 到基罗夫级战略巡洋舰均有配备 在基罗夫级上 维持着大型的军舰上面 甚至都配备了8柱 AK-630进行防御武器系统 堪称是俄罗斯进行防御的大杀器 自大声之后 AK-630已经发展出了三个版本 分别是AK-630M AK-630M1-2 AK-330在中国引进之后 还进一步发展出了 具备隐身能力的 中国产AK-630戒防炮 在未来国际上面 这款戒防武器系统 基本上还可以战战很多年 好了 本期的武器档堂到此结束 有多亲战好学习评 欢迎关注武器档堂 查看网期的内容 我们下期见